在公共屋邨的停車場 時不時都見到有靚車泊在 不過當局早前預告 將會加強公屋租戶的資產審查 包括查核車輛價值 以及住戶在外地的物業資產等 房屋局局長何永然 星期一出席簡約公屋動土禮的時候 就提醒租戶一定要申報 如果你們是擁有私家車的 都真的要在我們的申報表裡申報 申報表裡也說得很清楚 不同類型的車怎樣申報法 或者有些折舊等 怎樣計算不清楚 隨時聯絡我們房署的同事 拘捕可以罰款 甚至是負上一個刑事的責任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留意 房屋委員會將會在今年中 檢討公屋租金 之後公屋會不會加租呢 局長就這樣回答 公屋租金大家知道 其實是有一個方程式去計算的 我們會搜集一些數據 譬如家庭住戶入息那個變化 然後根據一些數字 去得出一個答案 譬如上一次我們計算出來 就是會增加1.17% 今次這些數據我們還在收集中 那視乎這些數據 數字出到來的答案是怎樣呢 才決定我們加租金的幅度